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涨了300多點 創新高 這個創新高 成交量還沒有爆出來 這個就創高之後的拉回 這個是小辛苦 所以你看到現在指數 現在如果說你如果一直在看指數是高檔 經營不會做的 我不會改變 我就跟你講 你一定要把這個大盤的架構 你一定要了解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台積電站上一千塊之後 會非常難操作 如果你看指數 你沒辦法做股票 因為台積電的一個跳點 現在不是一塊錢 是五塊錢 一千塊就規定就五塊 可是其他高價股的五塊 沒有人甩它 因為影響沒有影響 影響不夠 影響力不大 就算大力光都一樣 我跟你講大力光今天也算是有漲的 大力光今天漲了一百三十五塊 也不過才漲五點 一百三十五塊是五塊錢跳幾次你知道 二十幾次 二十幾個跳點 台積電一個跳點五塊錢 三十九點 一個 跳五塊錢 所以你注意看 盤中台積電站上下跳五塊錢 它指數就要跳得很快 你發現有沒有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以前才一塊錢在跳 一塊錢在跳是八點 現在跳一塊錢是五點 大力光今天漲了一百三十五塊 五點 貢獻大盤只要區區的五點 有哪沒有呢 可是台積電今天漲三十塊而已 台積電今天漲三十塊 今天才漲三十塊而已 你知道三十塊它幾點你知道嗎 我也教過各位 你比較 如果比較懶得算就是用八點 整數就用八點 但是最精確的是 它越來越高價以後 它點數就會越來越少 現在是七點八二三 我上禮拜不是跟你講 是七點八五點左右嗎 那現在正確是七點八二三 所以台積電今天漲三十塊 你三十塊把它乘以七點八二三 兩百三十四點七點 將近兩百三十五點 那如果是盤中 一零五零點 最高的時候還加十五塊 加十五塊又一百多點 所以今天盤中漲四百多點 這正確啊 你把台積電如果是十五塊再加上去 又加了多少點下去 十塊錢就八十點 十五塊大概一百二十點 加上兩百三十五點 這樣也是還有三百多點 台積電就三百多點 加上去剛好 差不多兩萬四 兩萬四千點 所以你要注意一點 如果未來 我先跟各位報告 台積電會不會天天漲 保證不會 台積電會不會跌 一定會跌 保證會跌 那時候台積電是崩盤 我說會跌不行 跌五塊也是跌 跌十塊也叫跌 你要聽得清楚 不要我講說要跌你就不高興 台積電會不會跌 當然會跌啊 沒有人規定台積電不能跌 這邊不是也跌過嗎 你知道嗎 這邊叫七百 這邊是八百二十一塊 我算給各位看 這邊七百四十塊 這一波 四月中旬這裡是一九二 大盤是一萬九千二 那現在是兩萬四 你把它算起來 它漲了四千八百點 這邊一九二 一九二九一 那台積電呢 你算台積電 七百四到今天一零二五 三百多塊 三百一十點 三百一十塊 乘以八點就好 兩千四百點 這樣會不會算 將近兩千四百點 大盤漲了四千多點 台積電漲了兩千四百點 超過五成 大概百分之五十 我上個禮拜算給你看 大概是四成八 那今天算起來大概五成 也就是說你漲了四千八百多點 有一半是台積電漲的 那你如果再把它 鴻海再加上去 鴻海也不少 從137.5漲到這 鴻海一塊錢是四點 鴻海一塊錢是四點 這漲了快一百塊 也三四百點 鴻海一塊錢是四點 鴻海今天漲十二塊 漲了五十點 電發科漲七十塊 漲了三十三點 為什麼講這三檔 他這三機就是 鴻海一塊 連發科漲七十塊是三十三點 連發科今天漲三十三點 所以你看 台積電加鴻海加連發科 八十幾塊 這樣三百多點 大盤漲剛好漲三百多點 你的股票有去嗎 不一定 你知道嗎 正經說你的股票不一定 搞不好躲在這邊不一定 這邊漲了這邊跌的 這邊漲了這邊跌的 所以你的股票不一定會去 因為這三機就去三百多點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假設大盤近期不一定什麼時候 因為我沒辦法預測 近期如果台積電 鴻海或是連發科 尤其是台積電 如果出現了漲多的回檔 漲多回檔就正乖離過大 跟基本面無關 不要再扯基本面 如果出現了漲多回測 假設我現在是做假設 假設台積電跌到了 我現在假設你不要生氣 如果你有的話 假設台積電跌到了季線 假設這邊是八百六十四塊 它會往上移動 因為它每天都會往上移動 它不會明天以後 明天就不會八百六十四塊 就會往上一直移 假設台積電跌到了季線或是月線 跌到月線就好了 不要說到季線讓你不要那麼害怕 假設跌到九百五好了 就跌了一百塊 這台積電假設跌到一百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啊 假設台積電跌了一百塊 你當然可以接受 因為你買三百七的 你怕跌一百塊 你不是買三百七嗎 你不是很厲害 三百七是你買的啊 你已經賺三倍了 假設台積電跌到九百五 跌一百塊 那這樣就要跌八百點 大盤就要跌八百點 假設台積電跌兩百塊 假設啦 我現在是假設啦 不要生氣啦 假設跌個一兩百塊 那大盤跌個一兩千點 台積電如果跌的話 紅海連花科大概也會跟著跌啦 我講的是全值股 那你的股票不一定會跌喔 不一定喔 真的不一定喔 因為現在很複雜 一千八百檔股票 沒有人在跟大盤的 很少 很多股票都不理大盤的 所以你的股票不一定會跟著跌 不一定喔 假設大盤跌個一千五百點 兩千點 假設啦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因為正乖也比較大 它如果有必然性的回撤 必要性的回撤 現在兩萬四嘛 跌個兩千點兩萬二也還很多啊 對不對 那如果跌個兩千點兩萬二 兩萬一兩萬二 跌到這季線也還蠻多的 指數還蠻高的啊 那這樣子的話 會由三黨股票來跌 台積電 連發科 紅海 這三黨會承擔責任 那還有誰要承擔 這個也要承擔一下 前十大的都要承擔 富邦金也要承擔一下 他也免不了啦 如果要跌的話 他保證他一定會跌 還有這一黨一定會跌 前十大 他也一定會跌 富邦金啊 國泰金啊 台達電啊 走不走 我是說假設指數要跌 那現在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我剛剛所練到的股票 你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會怕大盤跌 那如果你有呢 你會怕大盤跌 但你不會先賣一下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現在都沒有股票 一張都沒有 什麼股票都沒有空手 那你又何必買台積電呢 我不是跟你講 大盤現在指標比較熱 你現在去摸台積電 對你不划算啊 你為什麼不買沒有漲的股票呢 這個很好分析啊 你懂我意思嗎 假設你現在是空手都沒有股票 我為什麼會叫你買台積電聯發科呢 同海呢 我才不要推薦呢 雖然這個股票我們有啊 可是我們是低檔買的 我們不是這個地方教會員買的 我們不會在這個地方 叫人家買聯發科了 這個也更不會買啦 這個今天我們把它賣掉了 所以我現在還寫台達電 明天就不寫啦 現在還寫一下啦 因為今天要跟各位解釋說 把它賣掉 老師為什麼賣掉台達電呢 沒有為什麼 我認為現在指數很危險 我雖然沒有預設立場說大盤一定會跌 可是一定會跌的 遲早要跌啦 跑不了 因為這樣已經噴出了嘛 現在已經抓狂了 指數一直跑不對啊 其實有台積電在帶頭一直跑不對 台積電是好公司啊 可是也不能一直跑啊 讓大家其他的股票都不要漲算啊 那乾脆台北股市就不要說價錢指數 就叫台積電指數好了 台積電價錢指數好了 大家都退 都不要玩好了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看到就是看台積電而已 看著鴻海 看著聯發科而已 那如果是聯發科在當時要買 很快我就要把它買掉 我現在要看看 因為已經除息了啦 我們買在970 還賺不少 除息填息啦 除息30塊要加30塊 加30塊變成1450嘛 那這1500嘛 我就看看這個1500塊 看會不會很輕易的通過 如果通過以後 大概附近上下左右啦 我覺得大概就夠了 這個我覺得會員應該可以交代 這檔也沒有想要賺一倍啦 賺個五六成就可以了 這樣賺了36% 今天我們把它賣掉 賺36% 我們買在這裡 還有如果大盤跌下來 大盤如果要跌 這檔也一定會跌 這個我們買在這裡 這個我們買在這裡 這個價錢 賺不少錢 這個不一定會跌喔 這跟大盤無關 這跟大盤都沒有關係 關係度非常小 這個關係很大 所以這支 這個我們可能要處理掉 所謂處理掉就是說 可能要先做一個獲利了結 所以我們今天是賣到這個 那這檔股票準備賣 還有這個要準備賣 這個 所以你要測標那個 我到時候會換掉 廣達我們準備賣 聯發可以準備賣 那時候微影呢 微影應該影響不大 因為微影是小股票 而且微影明天搞不好會發動 大盤如果崩盤 微影不會影響 大概不會受影響 小股票嘛 所謂小股票不是低價股 他不是大權值 他雖然是權值 但不是大權值 那創意跟世新最不會危險 最不會影響就是這兩檔 大盤一直漲他們一直跌 怎麼會影響呢 尤其是世新 大盤一直漲他一直跌 那大盤崩盤他關世新什麼事 你了解我意思嗎 他沒有更大盤的 所以我這樣講 剛才都很清楚 我們先把這個賣掉 賣掉我們有轉進另外一檔 即期比較低的股票 等一下回來的時候我會講這檔 這個是我們的股票 我們就公開了 我們現在賺了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公開 他賺兩成 那我們再看看能不能挑戰高點 應該不會太困難 尤其是以現在目前的業績 跟那個server的成長力來看的話 我們看看 就是我們保留 現在目前賺了兩成保留 就是要看這個位置 像聯發科我們現在不賣的話 我們是看這個位置 我們是賺錢的 當然我們有資格看 我今天在貼文裡面有講 這個要講 我上禮拜不是有講說 如果這一檔股票漲 有一檔股票一定會漲 相關股 但是我今天那檔股票今天漲停吧 我還不想公開 如果明天以後創新高 我就會考慮把它公開 因為那股票 股本很小 股本很小 就好像這檔股票股本也是很小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這檔股票也沒有公開 所以我們籌碼才能夠 比較容易掌握 我們賺了這一條 那如果當下公開的話 就會亂掉 那今天因為川湖 已經漲到1400塊 對不對 那我們這檔股票關係都很大 我認為這檔股票近期會表現不錯 那這個如果拉過3000的話 這個大概就會拉過這裡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假設不變的話 我講的那檔股票會過歷史新高 那今天漲停板 搞不好明天 看起來今天量大起來 很有可能明天會表現得不錯 搞不好要漲停板 但是我今天不想公開 但是很多投資朋友都猜到是哪一檔 那會員都一定是知道哪一檔 很多投資朋友都猜得到哪一檔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線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我再給各位複習一下 再好的股票 基本面多好都沒有用 如果再跌的話 就是旁邊 這邊就是旁邊 這邊就是旁邊 你當初在台積建 688跌到370 你哪一個人有講他好話過 那他說是好的也跟我說而已 688跌到370 你知道這跌多少嗎 跌的快百分之五十 差點對切 跌的正確是百分之四十六 這麼優秀的股票 一千塊的台積電 大家現在歌功頌德 可是當下 你知道那時候市場的聲音 是多麼的 算了 搞不好你也是一個批評者 一個酸民也不一定 台積電688跌到370 那是什麼樣的情境 屁嘴都完了 可是當下我怎麼講 我怎麼跟你講 我現在不是講1000塊台積電 我在講370的台積電 現在年花科1500 你知道年花科沒有多久以前 也是從1200掉到533 這個位置跟台積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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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到沒有一個對 也會炒頭去 這邊跌了百分之五十六 同樣道理 這支也沒人多好 這邊也跌非常多 這邊也跌非常多 我可以跟你講 這邊1000塊跌到363 這邊也是一樣 也是跌到500多塊 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因為有大跌 才造就這個地方 暴漲 台積電也是一樣 你再好的股票 我跟你講都會跌 不可能永遠再漲 我現在講四季缸就好 這檔股票 絕對是優秀的股票 373、372 100塊不掉了 不可能股票永遠再漲 跟好的都一樣 你看四季缸都會跌了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意思嗎 你不要怕股票跌 這是規定啊 任何股票都會跌啊 沒有股票逃不了這條路的 你漲都一定要跌的 台積電也一樣 你信不信 台大電也是一樣啊 當初我們在買台大電 不是也是跌 這邊不是也跌到392 那我為什麼買這裡 你現在講台大電有什麼用 我們錢已經躺起來了 說要做什麼 說這支就好了 今天漲停板 當初跌下來 投信天天在賣 我怎麼鼓勵你 我告訴你 我買86、89 我告訴你 還公開操作 這邊不是也大跌 還跌不少 現在怎樣 現在怎樣啊 股票本來就是這樣啊 當時這支晶圓店落到這樣 大家會向我操作 現在大家晶圓店 暫停 晶圓店暫停 你笑的 你現在講晶圓店幹嘛 我不是講你 我是說有些老師啊 八十幾塊給他閉上去 現在在晶圓店 晶圓店 都蓋起來 你在說什麼 你漲起來你在講什麼 有用嗎 難道你漲起來 才叫投資朋友去買嗎 大力光也是一樣 最近大力光景不是還不錯嗎 頭心在這裡不是在賭 你東西很差 現在不是每天買 股票本來就是這樣啊 頭心本來就是這樣 頭心本來就是這樣 頭心本來就是落的時候 他在賣 他不買才會落 他買才會去啊 你說那個 所以他不是追高沙滴 他本來就是這樣做 頭心本來就是這樣做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看他當初也兩千塊 現在三千了嘛 現在誰在講大力光 大力光店永遠都是好股票啊 大力光店哪有什麼特別啊 就沒有特別啊 他就跌很多 然後就漲起來而已啊 你說大力光店是什麼訂單 都一樣啦 他都一樣啦 他哪有什麼訂單 訂單都是同樣的東西啦 都也正圖而已 他就跟那一步而已 你這個 那比較厚 沒有比較厚 同樣都一樣啦 如果是蘋果訂單 他哪一年沒有蘋果訂單啦 你把那三百 他哪一年沒有啦 他哪一年沒有啦 手機每一年都有出 他哪一年沒有啦 這不是同樣 當時落到幫忙 沒辦法大家放在一起 現在已經快回到這個地方 所以股票要漲之前 一定會先跌的嘛 你看啊 你可以想像嗎 你可以想像這種股票 要漲之前怎麼跌嗎 對切呢 雖然不是很熱門 你看這個股票你看 竟然飆到73塊 你可以想像嗎 台灣虎航耶 那他跌到要大漲之前 他這邊不是也跌了一半嗎 哪一檔股票沒有跌 那是長榮大跌 長榮大跌正常啊 誰規定長榮要每天漲 我告訴你 不能對你不相信 我當初不是跟你講 不能追上去 長榮為什麼不能大跌 本來就可以大跌啊 別人都可以大跌 為什麼長榮不能大跌 大跌 那時候很好 優秀呢 運價上漲呢 如果你只要看這個 再做股票你太多了 程度真的太糟糕了 我告訴你 真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這次 你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你自己參考看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不要說我都不告訴你 你自己參考那一檔 ETF 說不定 然後我講的那個股票 跟川普有關係的股票 明天渴望再度漲停板 我現在跟我會員講 你不要亂買 把我賣掉 不要隨便賣 我們那個是標股 好股票 一里微 股票 交流還有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們就是 怎麼做就怎麼跟各位講 我們台大電今天把它賣掉 賺了36% 可以了啦 可以接受 接下來我們研發科跟廣達 也會逢高找個機會 我們把它賣掉 因為要換股操作 瞭解我意思嗎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MINGly MING GING MING MING